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相信看我的頻道的朋友對於立法會發生什麼事 絲毫興趣都沒有 不過都說了 香港的立法人供養這班議員 都要說一下 他們做了什麼 就立法會這個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就通過了 跟以往很不同 我說未完善選機制之前很不同 很多紛擾的吵架 今天又不是了 大部分的議員就歌功頌德 而且用了這個我們祖國的一些做法 就是什麼呢 舉手 通過 80個議員發言最終議案在議會裡面 舉手贊成底下無得通過 有什麼反對 沒有 沒有 就好像在中國大陸開這個黨代表大會 這個不要緊 所謂辯論了三天 有什麼不厲害 國家安全招商引裁 土地防屋防疫措施 陳國基政務司司長總結發言 因為 因為 超哥 出了埠 要跟習主席坐在一起 總結發言的時候 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優勢得天獨口 面對國際環境 政治環境複雜 外部勢力造謠 抹黑有憎無減 對任何惡意 打壓當局會繼續 快速嚴正反駁 或者回應 寫信 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跟他們做不友 接著引用習主席那句說話 打鐵還需自身硬 香港會繼續內外兼收 對內繼續鞏固發展簡單低稅制 不要移民來英國 很嚴重的 跟香港比較低稅制 英國就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公平清廉的法治基礎等優勢 對外就會主動說好香港故事 行政長官現在在泰國出席 雅太經合 經合 會議叫雅太經濟合作組織 領導人非正確會議 介紹香港最新情況 和未來機遇 一大堆這些套話 說了等於沒什麼說 我也有興趣 講一下這個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說什麼特別是 阿姐姐 葉劉 先講一下謝偉俊 謝偉俊 即是西環契仔 有時都會語出驚人 他是這樣說 他就講這個教育 今天討論了教育和吸引人才 謝偉俊就講這個 搶人才 搶人才字眼操俗 香港應該保留這個崇雅文化 不是崇優 崇雅文化 不要說要搶啊 如果要搶要打的話 跟內地沒有什麼分別 說這些 我們大國崇雅文化 謝偉俊 你要明白 大國崇起 制度自信 因為他自信 那我搶又怎樣 不只搶就要偷 考取又豪奪 你吹嗎 搶到 你看 我們習大大 開這個G20 20國集團高峰會 在印尼 難途就截住你 這個小道 杜魯多加拿大的總理 我和你談的事 你都說了給記者聽 報紙全部賣出來 你看他那種 那個面子 制度自信 是這樣的 有什麼問題 要搶 什麼不行 是吧 令香港一下子變成國內二三線性的城市 比喻姐一缸魚 如果換水換得太快的話 魚就會死 就會跳走 政治不正確 姐姐不同 姐姐就政治正確 她是這樣說的 討論教育議題的部分 葉劉就說 施政報告最實比較單薄 不要描述到教育的理念 政府過往只是作盡教育資源 令到教育都走了很多彎路 錯路 現在在2019年事件之後就反省了 在課程做了很多更改 無非都是說 洗腦的國民教育等等 又批判了 通識以往強調 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他說翻譯錯了 正確應該是明辨思考 批判思考令到很多年輕人被誤導 以為批判思考就是思考就要批判 培養了一批沒有深刻思考 就反對的年輕人 是你自己錯 批判思考有什麼問題 明辨思考批判思考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要明辨思考就要明辨是非 也不是做英武學舌也不是做影星蟲 姐姐 葉劉姐姐 批判思考也好 明辨思考也好 都會教育出年輕人需要批判 批判有什麼問題 你錯就要批判 正如現在 你說跟著說 教育就要令到年輕人越來越自我 看看社會上近來發生很多事 不應該發生的工業意外 譬如 演唱會有大型屏幕 掉下來 塌樹 基組人員違反防疫規則 全部都是因為 自我和不守法所致 他的邏輯 挺有趣 說通識教育 批判思考就是譯錯 以為思考就要批判就要批評 政府 思考就要附和嗎 做英武嗎 做英星蟲嗎 要改為明辨思考 明辨思考就不會批判 這是第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明辨是非 怎麼會不會批判 第二個邏輯 現在教育令到年輕人越來越自我 是不是批判思考令到年輕人越來越自我 然後就說 塌屏幕塌樹 基組人員 這個 違反防疫規則 都是自我不守法 都是教育的原因 都是批判思考的原因 於是一切都是 通識野的 一切都是教育野的 連大型螢幕屏幕 跌下來都是教育野的 塌樹都是教育野的 其實我聽到什麼 我想知道 如果你說 年輕人很自我 現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很多年輕人參與 因為年輕人自我只是想到自己 只是將錯歸咎其他人 歸咎政府 所以做些事不對 於是現在 連這個 大型屏幕都是 年輕人 因為太自我 因為教育令到他們 自我所自 你有沒有搞清楚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為什麼 他們會報小數 報那麼多 究竟整件事是不是監管出了問題 是不是規則有問題 為什麼康民署請那個 結構工程師連名都沒有簽到 這個是不是教育令到他這樣做 他確認了那些數據不過沒有簽名 不知道追究誰 是不是整個制度的監管有問題 由 這個承辦商 報細數康民署只是看了完 這些數字就信了別人的數字 然後科文署 在這個驗收 監察的問題上面有很多漏洞 這個 批判思考什麼事 如果你真的批判思考 就要挑戰那個制度 這樣不行 正如正正他們沒有批判沒有思考 連思考都沒有思考 你又賴這個教育 賴這個通識 賴這個批判思考 我聽到什麼 專櫃的葉劉議員 如果你說自我 有哪個年輕人 救特區政府今天包括你葉劉在外 自我 2019年 發生 那麼多的問題 最近BBC做兩輯 你看 不忍 不忍回望 整件事 誰救777自我 誰救當時你在行會裏面 你也有分比意見的政府自我 誰救 中央政府自我 只是想自己 什麼叫做自我 做錯任何的事 都不關 政策事 是 你們受外國勢力 的影響 勾結外國勢力 然後 受這些 煽暴的 輿論的影響 年輕人就不懂思考 他純粹受煽動 受外國的影響 於是反對特區政府 於是用那麼多 裝修 放棄油彈 使用暴力手段破壞社會安力 整件事他沒有想到 是誰升級 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做 如果說自我的話 特區政府 毫無反省 將所有責任往外推 責任不在我方 存在你們那裏 這些又不是通識教育的結果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教育的結果 一個 掌權的人沒有反省是很危險的 到今天都是沒有反省 包括葉劉在來都是沒有反省 沒有反省到一個程度 連大型屏幕在演唱會那裏掉下來 都是因為教育令到他們自我 我覺得真是令人害怕 這些 思維的模式 還坐在那麼高位掌握那麼高權力的人 是這樣想的 香港 你不沉淪也挺難的 你看完之後 真是火都來了 通識鑄成大錯 教育太過自我 MIRROR演唱會屏幕 等等的意外發生 現在網媒 大肆報導 做這件事 Critical thinking 他就批判這個 這個教育局說他縮骨 通識沒有教科書沒有幫助學生學習 這科學不到東西 教育局當年縮骨 不接受教科書送審 最終鑄成大錯 教育局每年考試必出政治題 令到學生關注政黨鬥爭 現在由於學生優化問責制度 其實是不是教育局縮骨 很多東西推給學校做 自己不理 學生的德行是很重要的 過往本宮教育太過自我了 發生MIRROR演唱會屏幕 事故等蟹人聽聞的工業意外 懷疑很多意外是有人為疏忽造成的 批評很多人分享手法意識 不敢香港教育應該加強人格培養 和品德提升 是啊 我認為香港的教育 這班官員應該拿去再教育 加強他們的品德提升 人格是有問題 凡是錯都不是他們錯 你說年輕人錯了不認 這些大人不是這樣嗎 這些掌權的人不是這樣 明明是你們錯了 一錯就要錯到底 死都不認 於是搞到現在 香港人雞無鴨血 很多政策都是這樣 誰夠自我呢 你不聽民意 只是聽官意是不是自我呢 是誰造成的呢 我覺得都是一個原因 人家在外國 在民主國家 受到輿論 受到這個反對的 政黨的馬利吉批評 他是會改的 他是會改的 你說他是不是招令直改 是會招令直改 赤慧斯 你今天 你有改到任何東西嗎 你一坐就坐下去 因為沒有制衡 沒有反對的 政治的政黨的制衡 沒有反對的NGO的制衡 沒有反對的娛樂的制衡 那就變成這樣 香港會有排沉淪 這種思維和方式 是這班掌權 暫時看到這裡 支持我非常多支持我 我心直有快的頻道 多謝收看 再見 這班時 這班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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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